免費給大家取用 這些蹭六度的傢伙 去那邊亂吃東西 吃完東西就算了 整支有九百 東西清菜拼拼 通通全部亂丟丟在地上 把人家的攤子 搞得像一個垃圾堆一樣 很多資深的鄉角 這些信徒啊 他們就說 以前以往的時候 這種狀況是不會發生的 以前在媒體還沒有這麼發達的時候 信徒沒有那麼多人在跟隨 白沙豚媽祖繞盡的時候 這種狀況是不會發生的 為什麼近年來這個狀況 除了沒有減緩之外 這個狀況還 愈加嚴重 原因就是 很多的人 只是為了要 使用這些免費的資源 不管是遊民也好 還是你是平民也好 還是你平常沒有事情做的人都好 你今天這樣子做 那你跟那些遊民沒有兩樣吧 我覺得要是遊民 他趁這個時候 借助媽祖 可能是他的信仰 然後他也可以順便衝擊 我覺得 沒什麼 因為店家做功德 功德回向給需要的人 我覺得正常 邏輯正確嘛 但是你規矩要好啊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老大 我們今天來聊聊 我們台灣每年都會舉行的一個宗教盛事 甚至名列全球的三大宗教盛事之一的 殺鬼小媽祖 請各位注意 這個殺鬼指的是農曆 我們都知道每次大甲媽繞境的時候 信徒可謂是空前絕後 大甲媽所經之地 絕對是萬人空向 另外一個則是在大甲媽之前的 白沙屯拱天公的白沙屯媽祖 兩者之間的共通之處呢 都是由他們廟方出巡繞境的一個活動 我們在各大的新聞媒體也可以看到 這些廟方每次舉行這種盛事的時候 除了熱鬧以外 也就是每年大家最關注的大甲杯何時開打 當然這些鬥毆 還有民眾的這些糾紛 絕對是廟方不願意看見的 大家也不願意一個 已經被列為世界級的宗教活動的同時 讓這些亂象給玷污了 當然我們的大甲媽這個時候還正在進行 但是呢 我們縱觀每次白沙屯媽祖出巡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各種的神機 各種的亂象 當然這邊還是要跟各位觀眾講 我本人絕對是妥妥的媽祖信徒 在這邊是用一個客觀的方式 來看這件事情 還有種種的跡象 我今天講這一件事情 絕對不是想要否定他宗教其中的一些 對人的好處 以及對信徒他們所帶來的幫助 所以我也不希望說 我們台灣獨有的這些媽祖信仰 遭受到別人的質疑 跟遭受到別人的污名跟謾罵 我講的這些其實只是讓大家反省跟省思 媽祖繞進這個廟會活動他背後的一些 隱憂以及該反省的地方 當然我絕對沒有任何的權利還有話語權 可以來指證所有的人還有指證廟方 在下只是發表一些我自己個人的看法而已 我們都知道 我們今年的白沙屯媽祖 會發現很多的亂象 第一個就是趁媽祖追熱潮 就是很多的人 會藉由這個白沙屯媽祖的名義 來哄騙他們自己的信徒 或者是去那邊盜老類 盜老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趁個熱鬧 他其實本身也不是媽祖的信徒 他對於媽祖信仰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就是喜歡去人多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讓廟方非常討厭的一種人 白沙屯媽祖繞進的同時 他們可以私意妄為 不顧所有人所定下來的一些不成文規定 大家都知道白沙屯媽祖在行經的時候 他其實這個行程跟路程是亂述決定的 也就是沒有一定的 全靠白沙屯媽祖 他想要往哪邊走就往哪邊走 有些人看到白沙屯媽祖的神教過來的時候 他搶得頭籌 他在海景第一排 可以讓白沙屯媽祖從他旁邊經過的時候 小手就不安分了 他就是想要摸一下神教 我們這次在很多的影片裡面就可以看到 這個扛教的教班非常的生氣 也直接當場就給他怼回去了 這個信徒他伸手去摸神教就算了 他還理直氣壯的跟叫班人員說 摸一下又不會怎樣 叫班人員生氣 就直接問他說 請問一下你今天穿得漂漂亮亮 如果人家經過你旁邊覺得你漂亮 就是想要跟你摸一下 你作何感想 那你敢不爽啊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你對人對神都是一樣的 神他在你面前絕對沒有特權 那為什麼神就要特權給你啊 沒有道理吧 第三 四處拿免費的結緣品 大家都知道 白沙屯媽祖每次出巡的時候 因為信眾太多 所以有很多的這些路過的信徒 還有這些附近的店家 知道白沙屯要過來的時候 大家因為對白沙屯媽祖的信仰 想要做一點功德 回向給這些香燈角 香燈角呢 指的就是這些媽祖的信徒 台語叫香喀 讓這些辛苦追隨媽祖的信徒啊 在沿途的時候可以 吃東西沖雞 喝一點飲料 喝一點水來解渴 因為他們都是徒步在烈日之下 跟隨著媽祖一路出去出巡的嘛 那想不到呢 這個又回歸到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趁媽祖追熱潮的人 他們最喜歡的是什麼 就是瘋狂 毫無節制的去取用這些 旁邊他們提供給香繳他們的服務 例如說旁邊有一間賣包子的阿姨 他知道白沙屯媽祖要來 然後信徒他們經過的時候可以吃東西 他想說這個時候不要發這個財 他寧願趁這個時候替自己做一點功德 積點應得 所以他拿出他的專長 來奉獻給媽祖的信徒 盡一份自己的心意 所以免費給大家取用 這些趁熱度的傢伙 去那邊亂吃東西 吃完東西就算了 全家有夠賣 東西清菜便便便 通通全部亂丟丟在地上 把人家的攤子搞得像一個垃圾堆一樣 很多資深的香繳 這些信徒他們就說 以前以往的時候這種狀況是不會發生的 以前在媒體還沒有這麼發達的時候 信徒沒有那麼多人在跟隨白沙屯媽祖繞境的時候 這種狀況是不會發生的 為什麼近年來這個狀況 除了沒有減緩之外 這個狀況還愈加嚴重 原因就是很多的人 只是為了要使用這些免費的資源 不管是遊民也好 還是你是平民也好 還是你平常沒有事情做的人都好 你今天這樣子做 那你跟那些遊民沒有兩樣吧 我覺得要是遊民他趁這個時候 然後借助媽祖 可能是他的信仰 然後他也可以順便衝擊 我覺得 沒什麼 因為店家做功德 功德回向給需要的人 我覺得正常 邏輯正確嘛 但是你規矩要好啊 你不可以讓人家覺得說 你們媽祖的信徒素質就是這樣子嗎 有夠壞 垃圾太過貴 隨著白沙屯媽祖追隨者增加 每次出巡十幾二十萬 到現在幾十萬 白沙屯媽祖的終點就是北港 所到之處 路邊無不堆滿垃圾 尤其是提供服務的店家 不管是提供人家 吃東西 喝飲料 休息 全部地上都是垃圾 北港市民 罵報 直接罵翻 宗教活動 重要的是什麼 除了人也要神啊 你人神要互助 要共利 神的部分就是提供民眾信仰 人的部分你要照顧好自己的功德心啊 你要有點道德對不對 你去到人家那邊東西吃一吃亂丟 通常這種就是崇重效應啊 前面有一個人亂丟垃圾 後面的人跟風就瘋狂的亂丟垃圾 你想想看一個人丟垃圾 可是媽祖的信徒這麼多 每次都擊爆 那一丟那不是垃圾山了嗎 很多店家提供服務的都出來罵爆 不是早餐店就是飲料攤 還有那個自己提供充電寶的那個行動充電車 人家提供你充電 讓你隨時可以直播記錄媽祖的點點滴滴 結果你充完電 連上面的充電頭都給人家幹走 素質在哪裡 功德心在哪裡 如果你不是媽祖的信徒 你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些廟方人員 沒有泰人出來管理這些事情 很抱歉 從以前白沙屯媽祖的信徒很多的時候 都是靠媽祖信徒他們自己守望相助 把自己的德行操守顧好 不要讓人家說話 通通都是大家的一個默契跟協議 結果到現在不管是老中心 不知道是哪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這些信仰到我們現代這個時代 已經變質了 變成是一種亂象 媽祖信仰之外的人怎麼辦 台灣不是只有那幾十萬人 台灣是兩千多萬人口 這些幾十萬人口之外的人 怎麼看待媽祖信仰 跟繞境這件事情 這個就很重要 每次只要有大型的廟會活動的時候 就要讓人家看笑話 不是打架就是鬧事 不然就是亂象橫生 造成社會上的觀感不佳 再來就是很多的一些小宮小廟 會在白沙屯媽祖繞境的時候 趁機攔叫 媽祖娘娘 朔我攔叫 這些小宮小廟最讓人家討厭的就是 看到白沙屯媽祖要從這邊經過了 他趕快準備 不是一堆人跪在那邊 就是準備要起檔 然後把媽祖攔過去 很多時候其實白沙屯媽祖 他是被趕牙子上架的 你們知道嗎? 媽祖要從這邊過 結果一堆人就塞爆前面的路 故意把路截斷 本來媽祖想要執行的 結果執行的路被他切斷 切斷這個路的人不用懷疑 就是旁邊那間廟 那間廟就是為了要讓媽祖 右轉 然後他就把執行的路給切斷 讓白沙屯媽祖只能右轉過去 常常看到這些活動我就在想說 有時候媽祖他想走的路 並不是他想走的路 更多時候是人為 人為讓這些媽祖做一些事情 讓人家感覺是說 我們跟媽祖的關係很友好 我們跟媽祖的關係就是 麻吉麻吉的嘛 對不對 你們來我們廟裡面參拜 然後我們廟裡面跟白沙屯的關係這麼好 白沙屯媽祖也有在我們這邊住駕過 所以你們來我們這邊拜拜 特懂耶 這些小廟他們的用意就是這樣子 他們根本就不是誠心跪拜媽祖 他們純粹只是想要蹭到白沙屯媽祖的流量而已 再來就是我們媒體爆發的時代 產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很多的新聞媒體不斷的報導 不斷的報導 報導什麼媽祖的神蹟 媽祖轉向啊 媽祖怎樣媽祖怎樣 幾乎只要白沙屯媽祖出巡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新聞 你每天白沙屯媽祖在幹嘛 只差白沙屯媽祖他沒有上廁所的時候 也被人家新聞報導出來而已 如果我是白沙屯媽祖的話 我真的笑意 去哪裡去哪裡 然後都被人家報得神乎其神 媽祖本身的好意 出來巡視民間 出來救苦救難 來加持這些信徒 因為這些報導實在是太過太大量 反正媒體的性格就是這樣 哪裡有流量就往哪裡蹭 他也不管你 不管你內容的真假 還是來源的消息可不可靠 反正他就是報 這些白沙屯媽祖就大量的存在於我們的網路世界裡面 一天成千上百的報導都在報導白沙屯媽祖的神機 這樣子的報導對白沙屯媽祖絕對有壞無好 因為除了白沙屯媽祖的信徒之外 我們會怎麼看白沙屯媽祖他顯靈這件事情 如果他一年只顯靈一次 只有被報導一次 白沙屯媽祖他的凝聚力絕對會高於現在 而且不會被人家亂講話 他們也相信白沙屯媽祖的神力 白沙屯媽祖他所幫助過的人 絕對成千上萬 這個是沒有辦法被否認的 人家說啊 有行有行 人到罪就不行 就是因為這樣子被人家過度的操弄 被媒體過度的操作之後 白沙屯媽祖跟媽祖繞進的這個活動變直了 如果不是媽祖的信徒會怎麼看我們 他們會覺得我們只是在怪力亂神 時間差不多囉 媽祖信徒以外的人 他們只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一群 妖言厚重怪力亂神的人 整天在那邊媽祖神機媽祖神機 甚至今年又整出新火了 說媽祖顯靈了會講話 白沙屯媽祖現在唱歌仔戲了 每次看到白沙屯媽祖的時候 看到一則新聞我會覺得很開心 媽祖真的是顯靈 來幫助很多的人 需要信仰的支持的同時 真的讓人家感動 可是這樣子的報導 你一天看十則 十天你看一百則之後 你就會像看到美女神美疲乏一樣 你看那個大奶妹看一個大奶妹 你會覺得喔 身材真的好 可是你看十次大奶妹之後 你覺得她漂亮嗎 已經疲乏了 你已經對那種東西 從一開始的感動到後面已經變成討厭 已經變成厭惡了 所以我這邊其實沒有要跟大家說教啊 只是提出一個觀點跟看法 真的不需要這樣子加油添醋 什麼神機到人家家裡面還是幹嘛幹嘛 我覺得那些真的可以不用 就非常單純的 神就是神 人就是人 沒有什麼過多的那種加油添醋在裡面 非常的單純 其實台灣很多的廟會活動還是很優質的 只是說我們的媒體新聞喔 他們對於優質的廟會活動完全沒有興趣 網路世界的人更是沒有人有興趣 他們只是想要看人家出洋相 他們只是想要讓人家看笑話 你們各位所接收到的媒體訊息喔 絕對不是全部還是要幫媽祖的信徒們 還有媽祖本身聲援一下他們 只要人多的地方啊 絕對是良有不起 有好的就有壞的 但是你們現在所看到的新聞媒體 幾乎都只剩下壞的 沒有好的 保持理性 保持自己一顆堅定的信仰 還有功德心 我們下個影片見